长期以来我们对如何启动一台发动机都存在很深的误解 理所当然的认为只要拧动钥匙 发动机就该转起来 但在以前人们并不是这么想的 这架1917年由托马斯摩尔斯公司制造的侦察兵双翼机 安装了一台80马力的气缸旋转发动机 启动它只需要拨动螺旋桨 这种启动方式对安装活塞发动机的轻型飞机相当管用 无论是一架性能优秀的塞斯纳180 还是安全可靠的千诺基封敌手 守波罗旋桨都是启动的基本功 但是上世纪30年代 各种大号的飞机引擎纷纷出现 靠守波罗旋桨很难启动 于是出现了惯性启动机 这架波音P-26玩具枪 就是用摇霸驱动惯性飞轮 飞轮达到一定的转速后 突然与发动机的启动盘咬合 用惯性将引擎启动 这架30年代由费城海军飞机厂制造的N3N双翼教练机 为了加强学员的身体素质 理所当然的采用了惯性启动 此后惯性启动似乎成了教练机的标配 北美公司的T6初级教练机 安装了一台普惠1340黄蜂发动机 9个气缸排气量共22升 功率520马力 由于学员是免费的 所以启动这么大一台发动机 只需要一个摇霸 二战时 大量的梅赛施密特109战斗机 都安装了惯性启动机 一旦空袭警报响起 比飞行员更快跑向飞机的 一定是手里拿着摇霸的人 而靠人力启动德国三号突击炮 则不是很轻松 由于它的惯性飞轮非常沉重 需要力量和速度兼备 但是对坦克手来说 自己发动自己的坦克是天经地义的 所以52型坦克很贴心地为坦克手设计了一只大号摇霸 在苏德战场上 德国5号坦克虽然安装了700马力的发动机 但考虑到苏联天寒地动 依然安装了可以让坦克手通过运动取暖的惯性启动系统 当然 如果你想启动一艘潜艇 这间房子里就放了一台U型潜艇的发动机 你还是要不停地摇动摇霸 给柴油泵增压 建立喷油水的初始压力 然后才能通过压缩空气启动发动机 由于惯性飞轮启动机过于沉重 并不适合弱小的女生 所以弹簧启动机应远而生 它的构造就是一个在轴上沿螺纹旋转的套筒 这个套筒在弹簧压力下被顶到最前端 套筒上安装环形惯性金属片 启动时旋转摇霸 驱动套筒后退 将弹簧压缩并锁定 释放后 弹簧压力推动套筒和惯性铁片一起旋转前进 使头部的启动尺转动 这种小小的装置可以四两拨千斤的启动较大的发动机 摇霸并不仅限于启动活塞发动机 这架波音737的乘客都已登机 但它的CFM56发动机却无法启动 飞行员发现 用来启动发动机的引气压力正常 但是驾驶舱里启动活门开灯的指示灯却没有点亮 说明启动机上的启动活门没有打开 用来启动发动机的引气压力 不能进入启动机带动引擎转动 乘客已经抱怨四起 显然现场更换 启动活门是来不及了 情急之下 地心人员将一个摇霸插入启动活门 等待飞行员发出口令后 宁动摇霸将启动活门开启 随后引气顺利的进入了启动机 引擎终于欢快的启动了 发动机转速稳定后 地心再用摇霸将启动活门关闭 然后在乘客提心吊胆的议论声中默默的离开 大量案例说明 引擎和摇霸自古就是天生的一对 天下没有启动不了的引擎 只要有一个合适的摇霸 发动机转速bod� 在乘客树树上 也不陌生 也是熟白宝 上夜 走